印度是一个十分神奇的国家,每当有人提起这个国家,就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开始浮想连篇,令人作呕的卫生条件。 火车上挂满不怕死的印度人,臭水沟般的恒河水,对于印度每个人都持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人认为这个国家贫穷,落后还有一些人觉得印度特别发达。 客观地讲,印度是一个充满多样性和矛盾的国家,印度拥有悠久历史、丰富文化和壮丽风景的国家,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 一面是仅次于中国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遍布硅谷和跨国公司的印度一高管,另一面是束缚社会流动的种姓制度短期无和解希望的教派冲突,世界文明的强奸高发地。 这个国家充满了光怪陆离的景象,从繁华的城市到贫困的乡村,从古老的传统到现代的创新,展现出了丰富而复杂的一面。 如果要理解印度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可能就要探访的一路走来都经历了什么? 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佛教是如何走向衰落的呢?而它又有着怎样千奇百怪的故事呢? 虽然古印度和印度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它们所包含的意义却有很大的不同。 仅从地理位置上看,古印度涵盖了如今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孟加拉等地共同组成的南亚次大陆地区。 古印度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的历史可追溯至距今五千年前的哈拉帕文化时期。 哈拉帕文化的源头是位于今日巴基斯坦和印度交界处的印度河流域, 其主要的缔造者便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土著居民达罗匹土人。 达罗匹土人在这里建立了众多城邦国家,其中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成为了最为繁荣的核心。 令人惊奇的是,摩亨佐,达罗这个国家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烧砖技术, 城市中还有完备的地下淘气管道排水系统。 要知道,奈世的其他三大文明如古埃及、古西亚及中国, 在淘气生产方面尚处于发展阶段, 更不用说烧砖和淘气下水管道这样的技术了。 除此之外,达罗匹土人还发明了染色技法, 使古印度人民能在四五千年前便穿上色彩斑斓的服装。 值得一提的是,达罗匹土人和古埃及人在同一时期还共同创造了象形文字。 然而,达罗匹土人在科研方面似乎有所偏差, 他们忽视了军事领域的发展。 直至公元1750年前后, 一群居住于印度和流域西北部的游牧民族亚利安人 开始入侵古印度城邦,并成功征服了达罗匹土人。 经过两百余年的征服和发展, 亚利安人在此区域塑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 这种文化因四部婆罗门教的经典 离聚费陀、沙摩费陀、叶柔费陀和阿塔婆费陀, 而被人们称为费陀时代。 在这段时期, 尽管亚利安人占据了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 但他们并未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依然如同以往达罗匹土人那样建立了无数的城邦国家。 身居征服者地位的亚利安人, 为了更好地管理达罗匹土人, 逐渐在自身原有的宗教信仰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教, 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将人类划分为四个等级, 其中祭司阶层为最高的一级, 被称作婆罗门, 国王和贵族则属于第二等, 被称为沙迪利, 普通的亚利安人老百姓为第三等, 叫做废舍, 而被征服的达罗匹土人, 成为了最低的一级, 被称作守陀罗。 这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 每个阶级之间的职业实习无法轻易改变, 也禁止相互通婚。 在教义上, 前三个等级被认定为再生族, 第四个等级被视为非再生族。 这意味着亚利安人在今生需要多行善事, 以便来世能够晋升到更高的种姓, 而达罗匹土人则失去了轮回的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进, 这些亚利安城邦逐步发展和壮大并互相吞并, 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时, 仅剩下了16个较为强大的国家, 古印度的历史随之步入了列国时代。 在此期间, 印度孕育出了两部享誉全球的文学剧主, 摩河普罗多和罗莫衍娜, 其中的摩河普罗多已经被印度宝莱物改编成为电影《巴火巴黎王》。 这部电影分为上下两部在大荧幕上呈现, 整体品质非常出色,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赏一番。 在列国时期, 随着国家机构的强化, 君王的权威日益扩大, 地方诸侯的贵族们也逐渐掌握了实际的管理权。 然而, 在他们管辖地区的群众却需将大部分的财富献给婆罗门祭司, 实际上的统治者国王和贵族们仅能获得极少比例的税收。 因此, 婆罗门与沙地利两个阶级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 再者, 历经数百年的演变, 许多原本属于平等人种的亚利安老百姓逐渐陷入贫困, 沦为了低微的第四等级公民。 然而, 在婆罗门教理论中, 第四等级公民却是最为低贱的, 这也让许多亚利安老百姓开始陷入了沉沦。 在这般背景下, 古印度历史上出现了一场由沙迪利阶级发起的反婆罗门教运动, 史称沙门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 诞生了数百个宗教流派, 其中许多流派是由某一王国的君王、 王子或贵族创立的, 其中最为著名的流派包括严婆家派、 阿什菲家派、 其那教和佛教。 虽然这些大大小小的宗派之间教义各不相同, 但无一例外都将矛头指向了婆罗门教, 反对其种姓制度, 特别是佛教。 据传, 佛教是由加皮罗魏国的王子乔达摩·西达多所创,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释迦牟尼。 他主张众生平等, 反对神的主导地位, 并建立了佛教的四地八股教义, 以此引导世人行善修行。 然而, 佛教同时继承并发展了婆罗门教的因果轮回观念, 但佛教赋予了所有人转世的可能性, 而非像婆罗门教那样紧急与前三等人转世的机会。 正因为佛教对神和祭司至高无上地位的反对, 赢得了大量沙地利阶层的支持, 加之佛教提倡众生平等, 吸引了大量低层种心的信徒, 使得佛教得以迅速蓬勃发展。 古代印度的列国时期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处。 第一时间方面, 二者都处在春秋战国时期上下, 时间跨度颇为吻合。 第二文化方面, 列国时期的印度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均呈现出道家、 儒家、墨家等多种学派同时并存, 互相探讨, 百家争鸣之风。 第三冲突方面, 两则时代内部都是有兼并战争发生, 逐渐趋向于统一。 在印度, 摩羯陀国的角色几乎可以被比作秦国, 但与秦国略有不同。 秦国是由西向东实现中国大陆的统一, 而摩羯陀国所在的位置在恒河流域的东段, 从东向西统一了恒河流域。 摩羯陀国的秦晓公明教评皮索罗, 印度历史上称之为贫沙王。 公元前544年, 贫沙王执政, 兴建了印度的咸阳王舍城。 秦晓公则率兵西征西戎, 并稳固了秦国西部的疆土, 贫沙王则东正扬家, 掌握了恒河三角洲。 同样的, 秦国的秦晓公采用商样变法来壮大秦国的实力, 贫沙王也在国内推行佛教, 限制婆罗门教, 以强化君主的权威与法律制度的建设。 然而, 贫沙王驱逝后, 摩羯陀国陷入了内部矛盾, 直至公元前364年, 摩赫帕德摩南陀成为国王才打破了这一僵局, 建立了南陀王朝, 统一了恒河流域和德干高原的部分地域。 此时, 位于印度西侧的印度河流域, 却惨遭波斯军队的侵袭, 成为了波斯帝国统治下的一个省份。 好在, 南陀王朝在东边取得胜利后, 士气旺盛, 立即转向西面, 意图恢复印度河流域的领土所有权。 然而, 当南陀士兵抵达印度河流域时, 他们并未能直接与波斯军展开对决, 原因在于他们遇到了当时强大的入侵者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大军。 于是, 南陀王朝的统一进程被迫暂时搁置。 在此期间, 庞哲普地区的一位名叫詹陀罗吉多的领袖, 因为他长期抵御希腊军队的侵袭, 积累了深厚的民意和声望, 后来被尊称为岳湖王。 亚历山大的军队撤退后, 许多地方纷纷表示臣服于岳湖王。 公元前324年, 岳湖王挥石东晋, 推翻了南陀王朝, 建立了孔雀王朝。 岳湖王随后开始与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的色流谷王国竞争印度西北部的霸权, 进行了一场艰难的习争, 最终挫败了色流谷, 获得了今天阿富汗南部地区的统治权。 色流谷的失败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震动, 导致另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埃及派遣使者来到孔雀王朝的首都化时程, 以加强双方的友谊。 如果将岳湖王比作中国的汉高祖刘邦, 那么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君阿裕王无疑更向汉武帝流彻, 他在位期间将孔雀王朝的国力推至顶峰。 公元前273年, 阿裕王登基, 成功征服了德干高原的捷铃家, 实现了印度半岛南部以外地区的统一, 其举动如同汉武帝开拓西域, 开发西南一等, 扩大了西汉的疆域。 除此之外, 汉武帝曾力推霸储百家, 独尊儒术, 而阿裕王毅清理支持佛教, 积极推进传教事业, 使佛教逐步成为古代印度的国教。 从政治角度看, 汉武帝设立中朝制度与刺史制度, 有效强化了国家机器, 阿裕王也深知各地官员和民众活动的重要性, 因此, 他派遣密探深入各地区收集信息, 以期增强中央集权, 进而巩固了王权。 然而, 阿裕王离世后, 整个孔雀帝国内部争斗不断, 外族入侵平整, 孔雀王朝迅速陷入衰败, 公元前187年, 孔雀王朝的辉煌结束, 恒河流域和德干高原中北部历经殉家王朝、 甘华王朝和百成王朝, 这些王朝的控制区域逐步缩小, 内部矛盾日益加剧。 印度和流域, 罗马人, 塞种人, 越之人, 叶达人, 白匈奴等外族相继入侵, 在西印度地区建立了众多宫国,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越之人在印度西北部建立的贵双帝国。 越之人远及中国河西走廊地区, 他们曾遭匈奴人击败, 不得不向西方迁移, 结果导致居住在聪林一带的塞种人, 不得不迁徙至现代阿富汗境内, 替代了希腊人在此地的霸权地位。 后来, 越之人继续南下, 重新迫使色种人更进一步向南迁移至印度。 当越士人抵达阿富汗地区后, 逐渐开始定居, 从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 这一时期, 越之人分裂为五个部落, 每个部落都设有一位首领, 人们称之为西后。 公元三十年, 贵双西后秋就却整合五大部落, 缔造了贵双王国, 并成功征服了克什米尔地区。 随后, 秋就却的儿子和孙子们, 接连向南方和西方扩张, 重返印度和流域。 在其孙子加尼瑟加栽委期间, 贵双帝国的版图北至聪明, 南至纳巴达河, 西至伊朗东部, 东达恒河中游, 与奈氏的罗马帝国, 帕提亚帝国, 安息帝国, 以及中国的汉代, 并为古典时代的四大帝国。 而且, 加尼瑟加执政期间, 大理弘扬佛教, 广建佛塔, 正是在这个时期, 佛教分化成了大成和小成两大流派, 小成佛教经由南方传播至东南亚地区, 而大成佛教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对中国后来的儒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贵双帝国拥有宏大的疆域, 然而其内部存在着诸多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 彼此间的隔阂颇为严重, 各个区域的离心倾向意较大。 另外, 在东汉时期的中国, 北匈奴受到汉朝的彻底击败, 开始袭迁。 其中一部分匈奴人, 进入萨珊波斯境内之际遭到挫败, 继而转向进军南亚地区, 他们开始入侵贵双帝国。 这些匈奴人, 北波斯人竟称为叶达人, 中国则将其称为白匈奴, 而白匈奴的入侵也最终导致了贵双帝国的崩溃与分裂。 自公元三十几起, 伴随着贵双帝国的解体, 整个印度地区出现了众多的邦国, 再次陷入了重大的分裂和动荡之中。 在此期间, 位于北印度恒河上游地区的势力, 极多家族逐渐崛起并壮大, 吞并了周边的小邦国, 与另一个盘踞于化石城的离车部族, 共同形成了恒河流域最为强大的两个政权。 公元308年, 粘脱罗吉多二世作为极多家族的领袖, 迎娶了离车族的公主。 这两个家族实现了合并, 正式建立了极多王朝。 随后, 极多王朝持续展开统一征服战争, 直至詹陀罗吉多二世的孙北超日王在位期间, 成功实现了对北印度地区的全面统一。 极多王朝得以成功统一北印,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度教的支持。 在此异族侵略的时期, 原亚利安人丧失了统治地位, 频繁遭受希腊人、 塞种人和粤智人的冲击, 而被视为首种性的婆罗门教, 又重新引起亚利安贵族们的关注与追思。 同时, 在这个时期, 婆罗门教经历了漫长的反思, 吸纳了许多奇纳教和佛教的理念, 接受了众多印度民间信仰, 使其呈现出更加复杂且包容的特征。 更为关键的是, 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 印度社会产生了封建社会的萌芽, 地主阶级逐渐崛起, 使得农民必须向地主阶级效忠, 缴纳赋税并承担摇曳, 而重新制度的规定正好符合地主阶级统治阶层的需求。 因此, 婆罗门教演进至婆罗门教2.0时代, 最终发展成为印度教。 此外, 贵双帝国的国教为佛教, 然而各地反叛雅利安贵族为了能与贵双帝国全面抗衡, 于是选择了支持和推进印度教。 到了极多王朝时期, 印度教最终取代佛教, 成为了印度的国教。 尽管极多王朝诸王均皈依印度教, 然而他们并不反对其他教派的发展。 例如, 在超日王统治期间, 中国东晋著名僧人法显游历至极多王朝, 身受其隆重款待。 白匈奴在摧毁贵双帝国之后, 公元540年再向南进军印度北部, 导致极多王朝消亡, 随后在印度北部建立了叶大国。 不久之后, 波斯人和突厥人也相继入侵印度, 叶大国覆灭, 印度再次陷入分裂与混乱。 经过漫长兼并战争, 北印度地区仅剩下四个相对强大的王国, 坦尼莎、穆克里、高达以及摩拉婆, 其中前两者联手, 后者则结盟对抗, 双方长期混战不止。 一直到公元612年, 坦尼莎年轻国王何力杀伐旦那成功篡位, 他将高达和摩拉婆击败后, 获得了戒日王称号。 盟友穆克里也识时务者维俊杰, 主动向坦尼莎表示臣服, 并纳入其版图之内。 至此, 戒日王建立东起孟加拉, 西至信德, 北至喜马拉雅山脉南路, 南至纳尔玛达河域的戒日帝国, 以继续完成对北印度的统一。 戒日王在位期间, 中国唐朝的玄奘法师 曾游历至戒日王朝首都库纳尔城, 戒日王特地为其举办了吴哲大会, 请玄奘在此与当地的印度教、 其那教、 小城佛教等诸多信仰展开辩论。 这场以一敌数千人的辩论, 历经十八周夜, 最终所有的大小教派 进阶被玄奘征服。 因此, 玄奘在印度赢得了大成天的尊称, 在吴哲大会结束后, 戒日王还赠予玄奘做旗, 陪同其寻访四方, 并公告天下这次盛况空前的会议。 戒日王对玄奘的崇拜之情不言而喻, 正是在玄奘印度之旅的最后一年, 公元643年, 戒日王再次为玄奘开设吴哲大会, 这一次并非激烈的辩论, 参加者涵盖国王及各大僧侣, 各级官员乃至平民百姓, 他们都诸耳倾听玄奘的讲经说法, 会期长达75天, 堪称宗教界的奇观。 玄奘离别印度后没几年, 戒日王便离世了, 整个帝国开始分崩离析, 各地诸侯和藩王纷纷拥兵自重, 印度再次陷入诸侯纷争的乱剧。 唐朝使臣王玄策一人灭异国的传奇故事, 便发生在此期间。 戒日帝国分裂后的数百年间, 印度再次遭到无数外族的入侵, 阿拉伯人、卡尔玛特人和突厥人接连而至, 纷纷在印度河流域建立起众多伊斯兰化的政权, 恒河流域的诸多城市也屡遭摧残。 直到公元1206年, 伊斯兰化的突厥将领艾巴克在德里自立为苏丹, 在北印度地区以德里为中心建立了德里苏丹国。 尽管德里苏丹国成功地实现了印度北部的统一, 然而政治体制的内部冲突极其严重, 该政权在320年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奴隶王朝、 卡尔基王朝、图格拉王朝、 赛伊德王朝和罗地王朝等多个政权更替, 平均每一个王朝的统治时长仅约为50年。 在德里苏丹国的统治期间, 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可以豁免人头税, 然而印度教徒在各个地方朝拜时, 却需要缴纳额外的香壳税, 甚至有时会强制印度教民众改进伊斯兰教。 这使得伊斯兰教在印度得以快速传播, 并迅速成为印度的第二大宗教。 在图格拉王朝的统治阶段, 德里苏丹国达到了顶峰, 出最南端的部分外, 成功完成了对整个南亚次大陆的统一。 然而, 就在德里苏丹国进入全盛时代之际, 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化蒙古族贵族铁木尔, 在中亚建立了强大的铁木尔帝国, 其军队于1398年侵入印度, 洗掠了德里的市区, 彻底摧毁了德里苏丹国的军事力量。 到了1526年, 铁木尔的后裔巴布尔成功占领了德里苏丹国, 在北印度成立了印度斯坦蒙古帝国。 由于与蒙古帝国有所区别, 学术界更加倾向于将其称为莫沃尔帝国。 莫沃尔帝国在巴布尔离世后, 遭受了短暂的阿富汗人的侵斩。 然而在十余年后, 巴布尔的儿子胡马雍在伊朗的援助下实现了再次复国。 到了公元1560年, 胡马雍的次子阿赫巴正式掌权后, 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 彻底击败了曾经显赫一时的阿富汗人, 从而建立了横跨孟加拉东至中亚边境, 北至阿富汗东南部, 南抵文抵叶山的庞大帝国, 其领土范围几乎与德里苏丹国的鼎盛时期保持一致。 此外, 阿赫巴在在位期间实行了宗教宽容政策, 停止了自德里苏丹王国以来的宗教迫害, 允许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充分发展和自由传教, 同时还准许来自西方的葡萄牙传教士在印度开展传教活动。 除此之外, 阿赫巴通过选拔贤能知识, 实施了事业对才能开放的政策, 不分出身和宗教信仰, 只要具备能力即可到莫沃尔朝廷任职。 为此, 阿赫巴与孔雀帝国的阿裕王以及戒日帝国的戒日王一同, 被尊称为印度最伟大的三位君主。 公元1605年, 阿赫巴甲崩后, 他的长子贾汉吉尔及其孙沙。 贾汉执政期间, 莫沃尔帝国显示出了非凡的繁荣, 闻名侠尔的太极林便是沙, 贾汉为纪念他中外的妃子而建。 直公元1658年, 杀贾汉的次子奥朗泽布, 发动宫廷政变, 凭借武力击败了他的三位兄弟, 并将其复杀。 贾汉囚禁于狱中, 同时放弃了自阿克巴时代发扬光大的宗教宽容政策, 推行全面的伊斯兰教义。 这种举措导致整个帝国陷入了混乱当中, 莫沃尔帝国又繁盛逐渐走向衰落。 此外, 当时的英国和法国殖民者 已成功地挫败了葡萄牙及荷兰 在海洋领域的优势地位, 开始陆续在印度苏拉特、 孟埋以及加尔戈达等地设立商业据点。 时间跨度至1761年, 这时的莫沃尔帝国内部已然四分无裂, 各邦王弓箭的纷争愈发激烈, 呈现出今朝张达前, 明日孙达里的混乱景象, 给英国及法国殖民者提供了深入侵略的良机, 同时也开启了阿富汗人入侵的大门。 在第三次帕尼帕特战役中, 莫沃尔军队遭受阿富汗的惨痛击败, 首都德里也遭劫掠一空。 这场战争使印度彻底丧失了反抗西方侵略的最后力量, 开始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与此同时,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 使其取得了法国在印度的所有殖民地。 紧接着, 英国通过四次麦索尔战争和三次马拉特战争, 最终占领了整个印度南部和中部地区。 之后, 英国东印度公司逐步展开政策拉拢, 经济收购或军事打击, 逐步占据北印地区。 至1849年, 最后一个庞哲普邦也为英国所占领, 莫沃尔皇帝沦为英国的傀儡, 至此, 印度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 尽管英国殖民者在形式上全面掌握了印度的控制权, 然而实际上, 许多土邦的执政权仍由当地的印度王公贵族把握, 这些王公贵族对领地的统治权是世袭的。 因此, 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扩展土地和税费收入, 当时的印度总督迪赫须提出了丧失权理论。 依照该理论, 贵族王公若无直系继承人, 其领土及其收入将全数归于东印度公司。 在此后, 迪赫须更是以管理疏忽之名取消了许多印度王公的领土所有权, 同时也征收了大量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寺庙的土地, 从而导致印度贵族和僧侣们对英国殖民者的不满情绪日益增加。 此外, 当时的英国殖民者在入侵印度之际通过高薪, 低税政策吸引了众多印度人加入军队, 然而当英国全面控制印度后, 他们便撤销了对这些印度籍士兵的优待政策, 并强制他们皈依基督教。 此外, 英国籍的军官和士兵也常常侵蚀和侮辱印度籍士兵, 迫使他们渡海前往中国参加与清朝的战争。 在战场上, 印度士兵往往被安排在第一线作战。 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使得印度士兵开始秘密策划反应起义, 而引爆点正是著名的涂油子弹事件。 1857年5月, 英国军方向印度籍士兵发放军事补给, 包括一种涂抹牛脂和猪油的纸质包裹的新型子弹, 使用时必须用牙齿撕裂包装纸方可取出子弹。 然而, 印度籍士兵主要信仰穆斯林和印度教, 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是不吃猪肉的, 而在印度教教义中牛被视为崇高的象征。 因此, 英国人的此举无疑激起了士兵们的强烈反抗情绪。 印度各地的军营纷纷起义, 他们拥立早已成为傀儡的墨沃尔帝国末代皇帝巴哈杜尔, 沙尔氏为印度皇帝, 以他的名义发布文稿, 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宗教信仰, 一起驱逐英国殖民者。 很快, 早就布满英国人的印度王公们, 也纷纷响应士兵的起义, 整个印度全国上下一片新国辽原, 史称印度民族大起义。 最终, 起义还是被英国镇压。 战后, 巴哈杜尔沙尔氏被英国人放逐, 莫沃尔帝国灭亡,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 印度进入了由英政府直接统治的英属印度时期。 之后, 英国虽然加大了对印度地区的诈取, 同时也在印度修建了许多工厂、 铁路、 学校等, 西方启蒙思想也传入印度, 使得印度开始了近代化步伐, 印度资本主义也开始发展起来。 印籍资产阶级上层精英开始倡导对印度封建宗教和文化进行改良, 并创立众多民族、 旧王组织, 例如范舍、 亚历安舍、 全印穆斯林联盟及后来的国大党等等。 尽管英国政府对其诉求和申请基本未予理睬, 但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英国政府为了在印度征收足够的税收以支撑战争, 防止印度转向德国和土耳其。 于是, 英国政府向印度各个组织承诺, 只要他们全力支持英国, 战争结束后即允许印度实现自治。 然而, 一战结束后, 英国不仅为赋予印度自由, 反而对其实行压制政策迫害印度民族主义者。 此外, 在一战结束的第二年即1919年4月13日, 发生了英军屠杀印度平民的阿姆利则残案。 这一事件激发了反英斗争的迅猛发展, 印度国大党领袖甘迪领导印度人民实施非暴力部合作运动, 即采用和平手段如罢工、抵制因祸、 聚缴税款等非暴力行为来诱导英国妥协, 以寻求印度自治。 尽管运动所获成效甚微, 但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地位。 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英国国力严重衰退, 以无法维持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面对日益壮大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英国政府只能尽可能拖延。 1946年2月13日, 孟买的印度水兵因无法承受英国军官的歧视与压迫而举行罢工, 英军随后展开镇压, 印度水兵被迫反击。 该事件便是导致英国彻底放弃在印度统治的导火索, 印度皇家海军起义。 印度海军士兵的抗争运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 印度国民大会党组和穆斯林联盟打破僵局, 携手合作, 引发了全境范围内的工人罢工与武装斗争。 面临着印度全国范围内的抵抗行动, 英国派遣内阁特使团前往谈判, 主要议题在于解决国民大会党组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分歧 以及英国政府关于转交政权给两党的需求。 最终,在次年的1947年6月3日, 英国伦敦与印度德里共同发布了印八分子方案。 此项倡议由英国在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路易斯·蒙巴顿提出, 因此被称作蒙巴顿方案。 该方案规定, 以宗教信仰为依据, 把整个英属印度分为印度教徒聚居的印度, 和伊斯兰教徒聚居的巴基斯坦, 原有的562个土邦通过自由谈判选择加入巴基斯坦或印度。 正是这个印八分子方案, 为之后的印八冲突与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权问题, 埋下了一刻定时炸弹。 此后, 1947年8月14日,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1971年3月26日, 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当年当月的第二天, 印度共和国也宣布建立。 而印八分子之后,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冲突不断。 1948年, 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了各自独立后的首次战争, 直接导致克什米尔地区分裂成两个部分, 分别隶属于印度和巴基斯坦。 1948年1月, 甘地在德里被极端印度民族主义者暗杀。 1965年, 印八双方争夺, 据说石油及其矿产资源丰富的库吉兰恩, 爆发了第二次印八战争。 1971年, 印八两国再次爆发战争, 印度公开支持孟加拉国独立, 导致巴基斯坦被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此后的很多年, 印八两国还因边界争端, 恐怖主义等问题而军事冲突不断。 历史走到了今天, 印八关系由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 增加了许多不曾有过的新变量。 因此, 从地缘政治和历史关系角度看,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无疑是当今最复杂, 最具挑战性的双边关系。 处理好这样的双边关系, 无疑需要极高的历史智慧。